幸福圣诞节即将来临 花莲理想大地度假饭店智力分享爱 协同了亚理文化艺术基金会 连续第五年送爱到花莲黎明教养院 由圣诞老公公载着满车的圣诞礼物与点心 陪伴着118位的院生来提前共度幸福的圣诞节 传递来自于应许之地的祝福 蒋炳屋使圣诞节不可或缺的装饰品 更是富含满满的祝福 理想大地这一次赠送黎明教养院大型姜炳屋 仿造饭店西班牙风格建筑 并以彩色缤纷的糖果做点缀 将白色糖霜作为雪 随着这座姜炳屋充满了艺术的创意 并有城堡气派的外观和具有堡垒仿佛作用 象征黎明教养院如同城堡般坚固强壮守护院生 赞 赞 赞 快乐 我们这次的姜炳屋啊 理想大地的点心房制作的 那时间恭喜大家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那主要是针对小朋友最喜欢的糖果为一个主题 所以在上面摆设上面都有一些糖果 以及棉花的一个装饰 那让所有来到理想大地的不管是院生或是我们的来宾或客人都可以感受到圣诞节的一个欢乐的节气的喜悦 今年上半年呢算是疫情的影响 所以百业效果 那虽然是这样子 那我们饭店呢 那一样针对公益爱心这些官员从不缺席 所以每年到12月呢是我们最高兴也是院生最高兴的时间 我们总是把一些温暖跟爱带过来 那今年呢我们用糖果为主题去做装饰这样的一个姜炳屋 那希望呢透过这个姜炳屋呢能带给院生无限的关怀无限的爱 宛如童话故事中的糖果屋再现融入圣诞氛围装饰 增添了温暖祥和的氛围 也期盼这一座姜炳屋能够为黎明的师生带来温馨美好的圣诞节 感谢理想大帝还有亚里文教基金会连续五年以来 在这样一个爱心还有圣诞姜炳屋上支持黎明教育院 今年其实疫情期间我们整个的善款其实是出现严重的赤字 那也希望社会大众透过这样一个抛砖引运的机会 再次将大家爱心的目光放在我们社会福利的相关单位上 持续与善款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继续勇敢的方向下一个能路 连续第五年的捐赠活动除了大型姜炳屋之外 还准备了圣诞姜炳屋 法国拐杖面包 姜炳人 风草糕等等的点心 赠送给黎明教养院 不但作为应景装饰 还能够让院生享用来自五星级饭店的精美糕点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